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現場的先進 還有線上的夥伴 我們線上有多少位報名 好像人蠻多的 我想可能今天大家參與這個會議 可能有些是對外媒體已經很熟的先進 也有可能剛對外媒體才正在投入 也有一些可能對這個題目有興趣 有些人可能是想來聽聽 我想這個族群看起來蠻廣的 所以我想我們在今天的活動裡面 我們大概分上下半場 上半場我們大概是以整個產業的觀察的趨勢 還有它要變成產品的過程裡面 這個專利的布局 下半場我們邀請到的學者 還有這個臨床醫師 大概就比較著重這個實際上的技術的一個層面 好 那我是這個生意中心的產業發展處 劉瑋博 主要大概就是負責這個中心內部的 有啊 你有聲音嗎 喂 喂 線上沒有聲音 主要就是負責中心內部的商業合作 那技術授權還有這個新創育成 那自己本身也在細胞治療領域投入超過十年以上 那其實以我們自己在做細胞治療的產品開發 我們對於這個題目呢 其實是相當好奇 那也覺得說它 是否是 也可以讓它變成這個產品的邏輯來開發 所以各位看我這個今天這個 我待會技術我不會講很多 因為後面會有層次的講下來 我們大概針對 假設我們今天要以外密體來作為 再生醫療的產品開發 這樣的邏輯 那如果我是法規單位 各位因為我常常在跟法規單位吵架 所以我們就會去從它的邏輯去思考 假設我們今天要去做這個產品 那我是不是可以從一開始就 Quality by Design 就是說我們在一開始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在技術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一併把我們要開發的邏輯 先想進去 所以我會針對目前的技術的開發的概況 然後再來看到臨床的一個研究的現況 然後再來舉幾個例子 這些例子可能有些先進大家也都知道 我們大概待會就是秀一下 讓大家知道這個開發的方向 然後最後可能有一點小節 好 那我剛有提到 假設我們這個外密體 我們是要朝產品開發的邏輯 待會我在這一塊所看到的每一頁 可能要麻煩大家 要投入這個產品開發 就要也跟著我想一下 在這個畫面裡面 你的產品 假設你正在開發產品 它是不是已經這些規格都是有的 好 第一個 我想我們很常聽到這個所謂的 Extracelular vesicle EV 或者是說Essos 事實上它的Define 我想這邊這個圖很清楚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一直在講EV 它事實上涵蓋 所謂的Microvesicle 或是Ettoson 或者是這個Microparticle 甚至還有其他Arptotic的Body 那當然Essos在這裡面 所以假設我今天要開發這產品 當然我講EV也可以 但是我講Essos就很清楚 我的東西就是定義在可能50到150 那這個我們在製程開發的過程 其實一開始可能就要想好 你要蒐集的是這個東西嗎 還是你要蒐集的是EV 所以在這個Session 我們在想的是 假設我今天在開發產品的邏輯 在EV裡面 或者在Essos裡面 我們怎麼看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Essos它原則上 在這樣的一個Nauroparticle裡面 它其實裡面塞了很多的東西 各位看到右邊這個圖很漂亮 它有很多的跨膜蛋白也好 它可能有很多的Protein Transporter 它也有很多的Heat Shock Protein 它甚至有很多的遺傳物質 RNA或者是DNA 或者是一些Non-Coding RNA 很多 也就是說這個小小的Particle裡面 很滿 很滿喔 那如果我們今天要用這個東西 請問你是單獨就是用 很Native的這個東西 還是你還會把東西再塞進去 如果還會塞進去的話 那這麼滿的小空間 請問要怎麼塞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看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會去思考的地方 因為假設前面定義就沒有去思考清楚 後面做起來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好 再來 那當然這個題目呢 它其實發展很多年了 最早被發展的大概就是拿來做癌症的診斷工具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體內 各位看到右邊這個漂亮的圖 其實體內在很多的細胞大概都會分泌 分泌到像體液、CSF、尿液都會有 尤其癌細胞 它會更主動的分泌很多 那這裡面又有它的跟著這個細胞的這個所謂的 它的一些遺傳的一些 一些factor或是因子或protein 所以當然早期被拿來做為這個癌症診斷 我想這個是比較容易被運用在診斷的部分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這個我們也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 來把它isolate出來 也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來做分析 甚至既然這個這麼多細胞 各式各樣的細胞都可能會分泌這樣的東西 那它有沒有可能來做為另外一個想法或做法呢 除了癌症診斷 所以腫瘤的診斷 那它就開始有人在想 那我們可不可以拿這個東西來變成治療的東西 那除了腫瘤會大量分泌以外呢 其實各位目前最常被用來做的就是各位可看到的 這下面寫的第一個這個methynchymal stent cell 這最早期最早被拿來使用 也就是說呢 剛剛提到除了腫瘤 它所分泌的XO層會被拿來診斷以外 那其它體內的跟免疫相關的 它是不是也有跟免疫調節有關 的確沒錯 各位可以看到 這些不同的來源的細胞 不管是methynchymal stent cell 它的marker就很多 那它裡面所有的可能這個methynchymal stent cell 或者它的這個裡面的cargo 裡面所帶的東西 它可能跟immune suppressive是有關係 比較相關的 那如果你可能不只想要開發這個methynchymal stent cell 不管是Bomero, Adipose 或者是這個脐帶來的 你想要針對所謂的dendric cell 來源的XO層 那dendric cell它有分mature跟immature 那這個時候呢 它兩個細胞它可能它的代表 可能是immunostimulatory跟immunosuppressive 也就是說其實單單就我們體內 這個原始的細胞所分泌的XO層 它可能就有不同的特性跟不同的特質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要挑一個這樣的題目 來做XO層 那你如果是methynchymal stent cell 那當然剛剛第一塊的部分 你很好去界定 因為目前這是臨床試驗做最多的一塊 那當然也有人想要透過這個所謂的APC 所謂的剛剛講的dendric cell 這樣的方式來做這樣的產品開發 那你看下面還有NK或者T-Rig 這個都是有可能來作為 開發一個產品的一個題目跟方向 那如果呢 再更進一步 我想這就是大概這幾年的趨勢 我們既然想它既然是一個可以作為細胞之間的訊息的傳遞 又能夠把東西從這個細胞帶去另外一個細胞 它又是早期這個tumor作為meta metastasis的一個圖形 那我有沒有可能把它作為一個藥物的delivery system 因為它本身的特質 它這個內原性 它聽說可以穿越BBB 那它這個有很好的target的specificity 還有這個biocompatibility 所以因為這樣的一個特質 所以很多人開始在動這個腦筋 你看我右邊這個圖 如果你今天要做的像我剛剛講的 這個我們叫native或naive的TV也好 它原始的你就不去動它 那你在curriculation可能比較好做 可是呢如果你今天的EV 你去把它做一點點modify 不管你是做所謂的engineer的sale去生產的也好 那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呢可能你在define的時候 你就要多設計一些分析的方式 那如果你是這個exo總做出來之後呢 你再post modified 這樣的這個也有 這個待會我們在我們的同仁 在待會的專利的部分 它會再分析一下這幾塊的部分 那其實最常拿來被比的就是eliposon或是lnp 那這個部分也有人可能說 那我可不可以把這兩個題目呢 把它這個hybrid或者是有一點點想法 把它liposon跟exo總兩個 把它看看能不能做一些策略的一個設計 我想這幾個都是目前在全球 有在做的一個方式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不管你要走的是上面哪一條路 這個就會決定你這個產品開發設計的過程 你要做哪些分析 你的產品的定義是怎麼樣 那你看到下面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不管你的size distribution 或者你裡面的composition 或者是你那個structure的一個狀況 甚至你的function assay 我想這幾塊呢 不管在native的eV或者是hybrid的eV 或者是liposon那是最簡單的 因為我不是說它最簡單 是它最好分析 因為它成分簡單 那如果我們今天要做liposon相關的東西 可能就會複雜多了 如果你又做了所謂的engineered 或者是post modified 那相對這個部分就更複雜 所以這部分 我想我們這邊在做這個產業的觀察 是因為我們有在輔導新創公司 所以我們在輔導新創公司的過程裡面 我們其實一開始它在訂題目 或者它在做的方向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會從法規的構面 或者是說產業的構面 去看看這個產品它要怎麼做 它才能變成產品 那在技術開發的同時 能夠同時並進 不要說產品都開 等東西都開發好了 就發現它很難被定義成產品 我想這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蓬勃發展 國際的這個所謂的eV的society 它其實他們都有在做 整個自備的一些規範 他們從2014年 2018年 今年2021年又有做一個update的部分 那它其實裡面大概就針對了 我們在做collection processing separation concentration curriculation 甚至一些案例的分析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真的要做這一塊 其實這個是一個基本的參考 那我想國際有大概至少三四百位的學者 大概都會follow這一份東西 那我不知道我們國內TFDA 他們針對這個東西 有沒有也有一些harmonize 這樣的一個概念 不過我們只是看到就是說 當我們今天要做這樣的一個產品的邏輯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說 目前產業看起來有人在投入 那這個製程的部分看起來問題也不大 那剛剛提到的新技術的發展或新技術的開發也蓬勃 那這個地方是可以值得投入 那右邊這個圖大概就是說 不管它在上游的細胞培養所產生出來的eV 或者是後面的從存化 isolation 存化到這個draft loading 甚至這個bomulation 其實這個跟我們目前在生產製造的上游 下游的一個製程其實都很類似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投入這個行業的先進或夥伴 其實這些思維要放進去 這個千萬不要只是嘴巴掛著isoson 因為這個必須心裡面要知道要怎麼做 它才能夠變成一個可能可以用的產品 那我剛剛講其實從整個技術構面 或者是這個產業構面 其實還算蠻清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市場 的確它是逐漸在成長當中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數字不太準 是因為目前是以這個整段試劑為主 所以你看它的這個雖然CAG要是30% 不過它是從大概1點多 這個1.6億 6、8億美金到20幾億美金 我想這個數字其實是有點低估 不過我們找不到就是更符合的 就是說這只是一個意識讓它知道它是成長 那原因就是因為剛剛提到 目前全球的學界大概也都積極在發展 那也很多人有興趣 而且疾病從cancer到這個agent related的疾病 或者是甚至一些罕見疾病 大概都在投入 那我想這個最值得大家去關注的就是說 其實不是你我有興趣 是全球的大藥廠大概也都紛紛投入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大概從2018年到今年 大概幾個比較大的案子 那你看Rosh在2018年他就跟Purotec Hair大概有一個在10億美元左右的一個 想要利用它的這個口服 這個Milk來源的Exoson去做所謂的Exo 這個Antisensor Oligonycretide這樣的一個合作 不過這個我是還沒看到它的結果 看起來後面好像製程上面有一點問題 不過原則上你可以知道說在那個時候 其實Rosh他就已經有興趣 那其實在這個產業界裡面最有名的兩個公司 各位可以看到Codec或者是這個Evox 他們大概都有跟國際的大藥廠 大概都有超過10億的美元的合作 你看像Codec他跟Jespharmaceutical 這是一個愛爾蘭的公司 那他也跟Elaily 這個Elaily也是RNAI跟Exo 那這個Jespharma他是針對他五個產品 這個比較偏癌症的一個治療 這是在Codec的部分 這個後面會有一個簡單資料讓大家知道 不過我想這資料公開資料都有 大家可以去網路搜索 應該都找得到 那另外像Evox這是個英國的公司 這從牛津大學這邊算是衍生出來的 那你可以看到是他這個Takeda 那Elaily 這個不好意思我剛剛這個Codec講錯了 Codec是那個Subrepta 這個Subreptics 那他們這邊也大概有都超過10億20億 兩個案子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大概整個國際市場也有興趣 可是各位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2020年兩年前是最感覺起來是最熱 那這兩年看起來大家可能是在看前面的結果 所以這兩年的部分國際的一些合作案或是授權案降低 不過在一些新公司 新創公司還是不斷的蓬勃發展 我這邊並沒有把它放進來 因為那個部分跟募資有關係 我覺得那部分會只是參考 你真正看到是國際大咖廠都投入 我想這個連大咖都投入的時候 那個就是對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年 大概比如說像Lonza 他也跟這個Codec去等於是說去買了他的製造廠 那原則上看起來有一點像賣出去然後再租回來使用 或者是說有一個賣出去 但是他事實上等於是還是在幫這個Codec做生產這種邏輯 那這個數字可能不大 但是你可以知道說 Azocon的CDMO的邏輯 或者是生產委託製造的邏輯 也在去年有跑出來 那我這邊有一個黃色的字 這個字是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case比較特別 它不是全然是Azocon的case 但是它的這個產品事實上是一個 所謂的Ellogenin Cardiosphere Derived Cell 它是一個跟心臟心肌來源的CDC 但是它的臨床試驗或者是它在臨床前的試驗 它其實一直在驗證它的MOA 事實上是這個細胞所分泌出來的Azocon 造成的後面的 對所謂的Ducine Muscular Dystrophy 這樣的一個治療的效果 因為這個案子我本來不想擺進來 但是因為我反覆看了它臨床前跟臨床的一些描述 所以它可以算一半 就是說它其實題目是跟Azocon的關係 那也因為它在臨床前有做了這麼多的研究 事實上它待會後面有一個slide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它其實就有好幾個Azocon的product在走 所以這幾個案子是讓大家看一下就是說 目前整個國際市場是熱絡的 那大家要投入這個領域 應該如果做得好會有人買單 我是要跟大家講這樣 我們從我們的商業推動或商業發展的邏輯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市場上樂弱 那我們要看研發進展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因為剛剛提到2020年到現在兩年 那這個感覺起來市場上有一點稍微緩和一點 那是不是因為臨床這邊有一些速度還沒那麼快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同仁大概從這個clinical trial 特GOV去分析的 其實大概我們下幾個keyword 從不管我們剛剛提到的Azocon、EV 或相關的keyword 大概目前全球大概273個在執行 那我們大概看一下目前recruiting的 或者是active的 或者是完成的 這個大概佔絕大部分 那我們這邊其實 因為我們看這個資料覺得蠻好玩的是 你看到粉紅色的 各位看到粉紅色 它這個粉紅色的 你看上面這個是early phase 1 橘色是phase 1 那這個是 這個是phase 2 那藍色這個phase 3、phase 4 這粉紅色是沒有去specify 那我們就很好奇 為什麼這個比重占這麼高 不管在unknown的或者是完成的 那我們後面有去備註 原則上它目前這個trial 它並沒有去標註它是在哪一個stage 不過我們只是讓大家知道說 原則上在這麼多個trial裡面 其實八成左右大概是有效的 然後是有在執行的 它可能只是因為大部分 可能是大概有八成 都是跟醫療 這個所謂疾病診斷為主 醫療器材的邏輯 所以它可能在phase 1到phase 3 這樣的一個邏輯 它就沒有特定把它擺出來 我們在看那個解讀 data解讀是這樣子 那果然沒錯 各位可以看到在外面體的疾病診斷 大概占臨同性 占81% 所以你看 你看下面這個數字 diagnostic這邊 non-specified的 大概100多個 那這邊 那沒有做得很好的 就是說 或者說在美國以外的 這應該不是說沒做得很好 是說它的程序可能有一些 沒有跟美國FDA 所謂hormonized的這樣的概念 那大概都是偏診斷居多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大概八成 都是偏疾病診斷 那可是我們其實今天 我們最重要的是說 這個產業它能否從診斷的邏輯 跨到產品的邏輯 我想我們從這畫面看起來 是有機會的 因為你看 其實在diagnostic的phase 1 14個 phase 2 16個 phase 3都有 那剛提到 這個診斷是以腫瘤診斷 或者是一些發炎性疾病 甚至最近的一些 COVID-19的一些診斷 那你看cancer大概 大概佔大概100多個 那這個其他的大概也佔100多個 200多個裡面 剛講的273個裡面有227個 大概是跟疾病檢測有關係 好 那我們今天的主要在想了解的 大概就是說 那如果在這個比較偏 the abelics的trial 大概是幾個 你可以看到大概腫瘤 大概這個神經相關的疾病 real disease 還有一些這個regenerative disease 那當然還有一些題目比較分散 大概有40幾個 那我剛提到 目前比較多在phase 1或phase 2 所以代表這個產業 這個行業大概在產品的開發室上有 它正在走 走到phase 1、phase 2 其實如果這樣看起來速度沒有很慢 速度沒有很慢 因為它其實 它是照著這個正規的臨床的一個邏輯在走 所以我想在這也可以解釋說 我為什麼那麼多個trial裡面 怎麼看起來有一些是有在動 可是它卻沒有define的很清楚 它大概是這個診斷或是疾病治療的部分為主 那當然這個學術論大概更不用講 我想這個蓬勃發展 這個是很確定的 只是說它可能還沒有到很多的臨床的 這個outcome的paper 那你可以看到在整個研究 大概美國 德國 法國 大概這邊為主 中國也很多 那這邊 台灣我知道在國科衛裡面有很多的計畫 也有在做 只是說目前我們在看起來 如果以比重來看 大概前五大就是這五個一個單位 好 所以我們從這個臨床的這個部分來觀察 大概在市場上 目前已經開始投入臨床試驗的廠商 裡面的一個部分 我想方向大概有 那目前整個全球的這個 我這個資料裡面沒有把國內的廠商擺進來 因為國內廠商目前還不多 大概大家都知道了就那幾家 所以我沒有特別特別放到裡面來 那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大概全球大概至少50家以上都在做疾病治療 那這個其中我想台灣有好幾家也都在做疾病相關治療 那我剛提到那不外乎大概就是腫瘤 神經疾病或者是罕見疾病 還有一些其他的這個醫療相關的 那我們這邊並沒有把它全部列上去 我們大概就是放一些覺得是 是檯面上比較有一些新聞的一些公司 那舉例 我舉個例子 剛剛提到有一個那個 剛剛我那個國際授權的那個橘色的那個字 大概就是這個Capricor這個公司 那這個公司其實各位可以看到它的Pine Line 它目前跟這個 剛剛講的這個Nippon Sinyaku這個公司 其實這個是日本一個製藥的公司 它大概有一百年的公司 不知道它為什麼想要投入這個領域 不過我想它跟它歷程是因為它的這個CAP1002 這是一個液體的細胞治療 在做治療這個Ducine Muscular 已經準備進入臨床三期了 所以我想最主要是因為這樣的事情 可是我剛剛一直提到 這個公司的這個產品 它在做驗證的臨床前也好 或是臨床 我很少看到有人在 在寫臨床試驗的時候 一直會去寫它的MOA是ESOS 你去看一下就知道 就是說大部分我們如果過去在做Mesenkimo先生 因為我們過去開發過Mesenkimo先生 大概MOA都是Gross Factor 或是一些Paracrine Nedocrine Paracrine為主 那這個 它其實是 這個公司它其實早期 它好像在做的時候 它就有用Exoson去做一些檢測 甚至我在看它的一些技術資料 我都有看到就是說 它在看它的這個細胞的potency 或者是efficacy 它也是在偵測它所分泌出來的 Exoson裡面的這些 MicroRNA 或者是這樣的Define 這個是給我們一個Hint 滿不錯的 就是說假設我們今天要開發 它這個這樣的一個液體使用的細胞 那我們其實業界最常面對到的就是 我在potency 我在efficacy 我在它的所謂的 這個純度 或者它的這個一致性 我用什麼東西來判別 它可能呢 我在猜 這個公司它可能是 就是剛好看這個現象 然後發現它可以作為一個 一個creation的一個東西 然後才發現原來它裡面 它的Exoson是有一些效能 因為Exoson也是後來才有的term 所以這部分 這是我在看這個公司 覺得有一點有趣的地方 你看它也因為這個case 它其實在開發 也在做這個Exoson-based vaccine 或是engineer的Exoson 或者是CDC所衍生出來的Exoson 這個部分 大概它就是比較鎖定在 神經肌肉的疾病的一個治療 所以這個大概是 我們就挑幾個case 跟大家討論一下 另外呢 其實像在澳洲 這是大概唯一有list 在澳洲的這個算是 上他們那邊IPO的公司 應該是嘛 對 因為我確認一下 這個公司我想它就是 專注在生產製造 也就是說它就是鎖定生產製造 原則上它就有很多不同的技術 它也有自己的製成的專利 那原則上甚至它也跟 跟這個不同的大學去合作一些 一些分析的一些方法 比方說這個Exoria 它這個部分它就是一個Di 這個Di可以可能去看 這個Exoson的Bio-distribution 看它這個整個的 我們做細胞叫做Seal-Fet 就是整個細胞的走法 那Exoson要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法規單位 但是可能如果你是要去看看 這個東西到底它的影響 是在什麼地方 可能就要 所以這個公司它可能 對於這個產品製造製成的開發 甚至它在做這個分析的過程 其實很重要 因為他們做製造的人 對於這個產品的成果 或者它的這個分析 它是事實上必須是要很清楚的 好 OK 再來 再來我想後面兩家公司 就是大家在這個業界會比較熟的 像Evox 或者是在這個後面是什麼 後面是這個Corea 那我想這個公司 這個公司最主要是做 就專攻罕見疾病 那原則上它的整個的產品的 包含它Engineer的EV怎麼做 待會兒我們的專利的同仁 尾校這邊 它其實會針對 我們剛提到這家公司 應該至少有幾家都會提到 他們的專利佈局的策略 那因為這個策略會涉及到 他們為什麼會能夠得到 這麼多國際的青睞 它在做Aso蟲 它不是只是做Native的Aso蟲 它其實是要想辦法把 它想攜帶的東西 或是它想要用來治療疾病的東西 要放進去 你看到它右邊這邊的這幾個 Pine line 它有內部的Program 跟外部合作的 你看它治療的這個Cargo 它放的Cargo 都是一些不一樣的Protein 甚至也會去包AAV 那也就是說在這樣的說不定 不是說說不定 現在其實也有人用這個東西在看CRISPR 它可不可以套進來 那也就是說在這樣的一個包覆藥物的技術 如果在Aso蟲這個部分能夠真的被驗證 我想這個大概是這個產業可能它就能夠更進一步去往下去走 所以為什麼它這個公司它在2020年 它跟Ela Lily 跟剛剛提到的Takeda 你看這兩個案子大概就20億美元 這個部分原則上這個案子還持續在進行 然後我想這個最後這個公司Codea 這個Codea原則上它最主要它是 它的技術最主要是透過 它在Aso蟲上面它有一個 有綁定幾個Anchor Protein 它透過這些不同的Protein 能夠去加注它想要的東西 比如說它多這個Protein去 去Low這個Io-12 或者這個走Steam的這樣的一個Pathway 或者是Aso 也就是說它是透過這樣的一個 它的技術平台 而且各位它大概是我看過 我們看過大概全球專利布局 算是非常豐富的公司 所以如果大家在想要做這個產品能開發 在專利布局的策略 其實可以去看一下這家公司 他們在做專利的一個布局的狀況 其實你大概會滿這個surprise 說它怎麼好多東西都有做 或許可以從裡面去激發一些 我們大家想怎麼開發自己公司的產品的一個想法 這個公司在Q2的RAM 大概是1300萬美元 剛提到它除了過去幾個合作案 它其實剛提到去年跟Lonza有合作 那它再來還是它持續有在跟這個 跟人家拿這個Funding 這個CEPI CEPI應該是這個國外的一個合作的機構 好 OK 好 那我想大概從我們剛剛前面 到這邊我們大概從這個 在我們整個商業或者是產業的一個過敏 我們大概看到就是說 目前整個產品的開發產業 規模看起來是有了 國際藥廠也紛紛在投入 這個是非常有利於我們這整個產業發展 尤其是國內廠商 如果真的能夠朝我們剛剛講的幾個point 都去注意到的時候 其實未來國內廠商要授權到國外 我想這個機會蠻大 那另外就是說在臨床的研究 雖然現在目前還是八成是以疾斷 這個疾病的診斷為主 那當然這另外一個點是說 可能我們在疾病治療的這個臨床實驗 發展是可能緩慢 或者是可能遇到問題 或者是有什麼效果看起來 跟預期的不一樣等等 這個不確定 但是這部分我覺得後續可以再觀察 因為畢竟這個題目 或者是這個題材是新的 那但是我們從剛剛我最後一個section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目前 如果我們再把它用在 這個所謂再生醫療的產品的開發 其實當然就是以腫瘤 或是神經或者是罕見疾病領域為主 尤其我們剛剛一直提到 國外有興趣的大概都是以外媒體 它能夠去low不同的藥物 或者是概念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這個部分我想它還是必須經過驗證 這個驗證必須也要有臨床的成功 那這個部分如果真的是如我們想像 或是剛剛提到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可以有好的成果 這個大概會為這個產業帶來一個 應該是全新的奇跡 我想這個大概是我們在看 這個ASOS從技術層面 從研究的層面 從這個商業 目前的現況 做一個簡單的一個觀測 我這邊打個小廣告 我們今天很謝謝國科會這邊 support我們辦這個活動 因為國科會近期 超高齡的再生醫學的啟航計畫 DCB這邊是計畫辦公室 我是主持人 所以我們大概也會針對這個計畫 它針對這個新興在生 醫療技術的產品開發 或者是技術平台評估測試 這樣的開發 我們也會協助學界 甚至業界 把我們這邊的一些能量來做幫忙 因為DCB是國內生醫產業界 best partner 最好的 所以原理上在這個 在這個技術開發也好 或者是在這個商業合作 或商業開發 或者是技轉的洽談也好 我想都很歡迎 各位業界的先進 來跟我們做接洽 那這部分 在這邊也幫國科會打一個小廣告 我們也正在執行這樣的一個計畫 未來還會有一些活動在辦理 好 那我想今天 我的題目 大概對這個 Exoson的一個產業的一個 算是觀察 我想這個是一個 比較粗淺的觀察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 volumes